我们来吧 我们就来开始吧 来开始吧 哈喽,我是Isaac 嗨,好久不见 没有,才过了一个礼拜 我们上个星期真的是效率非常的高 是耶,你星期一就把东西放上去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星期一上节目的 真的 一定要拖到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怎么那么拼啊 没有啊,因为你就先把节目剪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 好,那我就 可是你每次都会等啊 就会等到星期四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上个星期 那个节目不太能够等了 我觉得 我们聊的东西是有点时效性的 也对 然后我又就很想要试说 放上去YouTube的效果会怎么样 效果很好耶 surprisingly 对啊,我觉得 as a start 我觉得是不错的耶 好像过一天就有两三百人听过了 我们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对 就是讲邪教的那一个 是,没想到大家这么有共鸣耶 还是都是教会的人在听 我会不会被破acid 或者是被破妻之类的啊 吃早的啊 我们两个都吃早的啊 得罪的人很多 尤其是教会的人 Oh my god 然后这一集呢 我们今天其实是有把我们的 现在的zoom meeting把它录下来 然后看能不能够 之后会有一些影像让大家看到 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画面 我觉得我们为修软化真的太酷了 我们一直在慢慢慢慢的进步 对啊,一定要的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podcast 各大平台的收听数据 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了 你知道吗 嗯,真的 一定要 一直打不破 对啊,一定要加入YouTube才可以 但是YouTube有一件事情很怪耶 怎么了 就是,OK 你可以把你的podcast 转成影片档上载嘛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 然后最近呢 YouTube的后台 又出现了一个podcast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去上podcast 但是你上的不是声音档 还有你上的是影片档 那跟普通的YouTube什么分别 分别应该是在说 那这个podcast就可以 从YouTube Music当中听到之类的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啦 对啊,我们既然都已经在YouTube 上面已经上载影片的话 那你就直接link过去就好啦 可能叫大家打一个关键字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选项说 哦,这个是podcast的节目 就好啦 所以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现在YouTube的strategies是什么 但是它有这样的effort 对我来说 是还蛮不错的 毕竟现在是一个分众的时代嘛 就是社群媒体要分众 分平台之外 它还会在平台里面再细分 你喜欢什么 然后什么样的载体 你会更倾向于去听 或者是它发现 一些database里面发现说 也有很多人是通过YouTube 来听podcast的 那无论如何呢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如果大家有看到两张脸的话 意思就是我们有把影片放进去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就是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不放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的镜头已经很美了 但是小芬还没有搞定 对 因为我们刚刚尝试用手机 也是用iPad之类的镜头 因为那边的镜头会比较清楚嘛 比较高清 来录我们的Zoom 不然这样好了啦 就是不然今天这一集 就是只看到我的脸 你的脸先不用看到这样子 也好啊 可以吗 或者你就放一张我的照片 下次有没有可能 ChatGPT会进步到 就是输入我的脸 我的照片之后 它会帮我做一个人的像 你说AI吗 会啊 现在已经有这个技术啦 快传染给我 我要试试看用 传染给你 传给你吧 传给我 对 快发给我 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节目稿 全部输入 我们就不用主持啦 所以用我们人脸的AI 两个去主持就好了 但还有打稿耶 太懒了吧 我们 不要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打稿好吗 有啦 我有打稿好不好 今天的稿漏漏等耶 今天内容很多 你很贪心耶 王先生 对啊 你又聊的话题 从杨子琼跨到 最近的电影 大马电影的一些争议 然后还有 然后又要聊安华 对 谁要聊他 才不要聊LGBT 才不要聊他呢 对 我们要聊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 很猎奇的LGBT 最近的一些新的发展 我觉得 大马真的是一个 越来越 令大家觉得 可以去猎奇的国家 就是一个充满 充满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可以发生的一个土地 常常都在发生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尤其是最近 所以就算我们觉得说 好多素材可以聊 但是我内容准备的 有点太多啦 没有关系 我们反正聊到哪里是哪里 聊不完的话 我们就等下一集继续聊 先来聊 李安子琼 奥斯卡 是 我们要来恭喜马来西亚 终于有了第一座的小惊人 是第一座吗 你不觉得 这个说法非常不要脸吗 是啊 但大家这几天已经 大家都在那边 蹭到一个不行啊 什么叫做马来西亚第一座小惊人 我真的觉得够了 你邻居隔壁家的小孩 学校得了第一名 等于你的儿子也得第一名的意思 他是我们儿子的同学 赶快蹭一下有没有 没有这个等于说 邻居隔壁老王的儿子 就是你的儿子你知道吗 他已经不是在讲同学 这件事情了 他直接就认人家做儿子的感觉 而且我看到一大堆评论员啊 就出来说 为什么不能蹭 那杨梓雄的确是马来西亚人啊 他的确是吸收了马来西亚的养分 我们的多元文化 他才能有这样子的 就是可以融入到好莱坞 或者是美国香港这样子的 可以蹭啊 当然都可以蹭啊 就大蹭特蹭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天马行空 妈的多重宇宙 已经拍了第二集了吗 哦是吗 已经拍第二集了 我告诉你片名叫什么 叫做everything蹭 everywhere蹭 all at once 蹭蹭蹭蹭蹭 that's a good one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好莱坞也知道蹭这个字了 everything蹭 everywhere蹭 everything everywhere can蹭 bole蹭 哦我真的觉得 蹭得刚刚好蹭 大家真的是蹭到最高点耶 然后在所有的蹭里面 我觉得最不要脸的 就是说这是马来西亚的 第一个小惊人 因为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很不要脸呢 第一这部电影 也不是马来西亚的电影公司拍的 杨子琼 他也不是在马来西亚发迹的嘛 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马来西亚 然后也没有任何一个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政府 是对这部电影有注资 或者是有任何的帮助 然后也不是在马来西亚拍的 那究竟这个小惊人 为什么是马来西亚第一座小惊人呢 I don't get it 逻辑在哪里 就是因为杨子琼咯 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是吗 对 而且他们还去 哇他妈家 然后看他妈妈 还有那个那些打钉打钉 坐在他旁边 然后一起跟他拥抱啊 握手啊那些 我是觉得恶心至极 没有 我知道了 就是因为杨子琼 会把这个小惊人 带回来马来西亚 放在吉隆坡的家里 因此这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座小惊人 因为他即将出现在马来西亚哦 真的觉得超级让人作偶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们在妒忌 羡慕恨杨子琼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非常恭喜杨子琼 得到这个奖项 还有这部电影 我觉得今天在好莱坞也好 在全世界有这样子的成绩 有这样子的成就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虽然赖小芬一开始看的时候 并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是吗 也不是说不喜欢 我是觉得这个剧本太满了 然后The Daniels他们的表达 他们想要说的东西太多了 太满了 然后那一些变幻的镜头 真的有看到我头很晕 你是去电影院看的吗 对不对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啊 在家里一定是你知道 你会看到立刻想要砸电视 太快了 节奏太快 I mean前面还好 就是一般的一个immigrant的家庭 移民的家庭 就是很熟悉的情节 一个老妈子 她已经觉得对生活啊 厌烦不堪啊那些 都让我觉得很有你知道吗 relatable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开始就是进入那个元宇宙的时候 就让我觉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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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你知道吗 就让我愿意坐过山车那种感觉 然后心跳很快 然后眼睛一直很忙 然后一直在 一直在想 这个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那个眼睛metaphor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是香肠手指 为什么为什么 很多的问号 然后我朋友 对 我觉得 不要想太多 你不需要 是 真的 不需要去思考 它这些东西意义在哪里 你看我后面不是有一个镜子吗 你没有发现说 今天我的镜头就已经是在 像这部电影来致敬 你也很会称 王年轻 你今天怎么了 你没有看到吗 这个镜子 好会称哦 在他的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就是一面镜子吗 我也来一下 看到我的眼睛吗 一定要称的啊 没有啦 我跟你说 我本来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看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觉得太忙碌了 然后你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焦虑感 对 但是我后来去看了第二次之后 就是亲情的那个部分 然后我就 就失声痛哭 因为妈妈的情节 我真的是不行 对 有撞我 我觉得有一点意外 为什么你会 到最后你会痛苦 因为就是那个妈妈 杨子琼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对于他的女儿 不切不舍的那一种 不放弃她的那个情节 很触动我啦 然后我前几天又在HBO GO上面 我看了第二次之后 我又更确认这部是真的是很棒的电影 然后杨子琼的这个奖 真的是实至名归 真的是非常考验演技 你知道单是要把那个台词背下来 台词真的超多的耶 而且又要打 然后又要imagine 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空间了 弹回来 你立刻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设 因为这是蛮考验演技的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 有一句话 我现在还一直在思考 就是Nothing matters 就是什么都不重要 其实他当然有很多种解释啦 一种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介意的很多事情 我们在意的很多事情 其实根本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种的诠释就是 搞不好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虚拟的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有梦幻泡影 对啊 Nothing matters 是不是 但是我唯一的take away 就是这部电影 他讨论的那个宇宙观 其实你说他悬嘛 他其实又非常的practical 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空间 我们一直在repeat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有不同的我们 其实这些东西是 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听过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学说 对啊 所以我觉得 竟然有好莱坞的导演 把它拍出来 而且它本来就是一部 不是非常想要 就是进军商业 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电影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而且它也见证着一个独立电影 是怎么样 就是跨上国际舞台 然后甚至得到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奥斯卡的认证 但是 奥斯卡还有其他很多的奖项 是啊是啊 所以杨子琼他得了这么多奖项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众生相 是怎么样的精彩啊 其中一个就是杨巧双嘛 因为他之前他也有在网络上面 揶揄过杨子琼 当年他是怎么样的支持 我们的前首相纳吉 对对对 他说不是所有姓杨的都是这样 然后现在又给人家祝福杨巧双 你上一集节目讲的是他吗 这个 你不要害我 有火粉 就是火箭的粉丝上来呛我们 怎么呛 我不是在专业上面就讲林丽莹 活该吗 就是天有眼 好多好多他的粉丝 支持者来护航 他就是自己讲错话 他身为一位律师 他难道不知道 还没有证据是不可以去乱讲话的吗 然后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 你骂人家是老千 那你被人家告 然后法庭还认证说 你是讲错话 然后他罚你两百万 你还去跟你的选民 跟他们募资 这个就是 这个党的文化啊 对 这个党就是 就是胡说八道啊 就还没有查证的事实 他们就先讲啊 先讲先赢啊 其实说到秤呢 我觉得秤的最厉害的就是中国啦 这个中国网民就非常嗨啊 就说 杨子琼是中国首位奥斯卡影后 我觉得真的超不要脸啦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 他可能觉得 真心的觉得海外华人都是中国人 只要是中文名字 他们觉得啊 这中国啦 这咱们中国的 是啊 冲国之光 但是你的朋友Kenny 他就针对这件事情 哇 他写了一篇我蛮认同的东西 他非常会写 他文笔非常好 他就是说 其实你看 美国都已经很大方的 把国内最高荣誉的奖项 颁给了外国人 颁给了杨子琼 我们这边乡 却在讨论说 他到底是谁 他的祖宗是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视野 然后他也打破一个迷思 就是说 中国都在说 什么美国什么什么 不好啦 白种人至上啦 说美国人是种族主义啦 但是事实上 美国除了颁奖给杨子琼之外呢 你看 在美国他可以选出黑人当总统 有很多的这种亚裔的人 或者是穆斯林 日本人 非裔的人 可以当市长 可以当州长 可以当国会议员 甚至有可能可以当上女总统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是民族主义呢 你觉得中国除了中国人之外 其他族的人 有可能当上共产党的党主席吗 是可以当啦 如果你对外宣称说 你是中国人 然后你只有唯一的信仰 那就是党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一个维吾尔族人 有机会当上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政治 那个权力核心里面 应该还是在以汉人为主 我认为 很难啊 嗯 其实关于这个 杨子琼得奖 还有一件事情啦 就是得奖之后呢 电影重新在电影院上映 嗯 《马勒多琼宇宙》 是 这部电影不是有很多 女同志的情节吗 他跟那个 Jamie Lee Curtis吗 还有就是他的女儿 那个角色 不是有出柜吗 是 你其实你去看的时候 这些有被删掉吗 应该没有吧 因为你是知道这些情节的 没有 对啊 为什么 是杨子琼的电影 这些东西就可以不用删 为什么雷神索尔就要删 哎 双标耶 是不是 女品局 天哪 很像就遇到权贵 就转弯的这种双重标准 因为是杨子琼 就可以得到special treatment 但我们是乐见这件事情的 但是 还是要回来讨论 但我觉得不公平 对 不公平 但是对其他被要求删减的好莱坞片来说 这是不公平的 这个杨子琼的电影可以上 但是有另外两部的这个大马电影 一部是被骂翻 一部呢 是已经被勒令要从串流平台全部下架 说的就是Mantega的棒 对 是Mantega 对不对 Mantega Butter 对 所以是Butterfly 然后就是把它直译成马来文 因为是一部以马来语言为主的电影 然后导演本身又是马来人 Kairi Anwar 是 这一部为什么会被禁呢 不要讲一下 Well 这部被禁 其实它一开始 还是2021年 它先在独立电影节 先上映的 然后它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要进入院线 它就不想要变成一个Mantega 因为它导演呢 还有制作团队 他们压根就知道这部电影是一定被禁的 在马来西亚是绝对不可能上映的 因为他们探索太多的底线了 包括宗教 信仰 民族 然后还有一些禁忌 就是马来西亚的所谓的禁忌 很多的禁忌 是不能够在 不管是广播领域 新闻里面 或者是娱乐产业里面出现 甚至音乐里面都不可以讨论的吗 我觉得它的故事其实写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也是听我的 超有趣的 对 我的马来同事他们就跟我讲说 其实它里面在探讨的是 一个15岁的少女 她叫做Aisha 然后呢 因为她的妈妈 她癌症过世 末期 还在做Kemo 对 癌症末期 然后她就是很想要去了解 到底死后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她就对于生死这件事情 她就开始想要去探索 然后探索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透过去跟不同的宗教的人对话 看不同的宗教 其实对于死亡之后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诠释 然后在内容里面也是有一段是 她的父亲后来同意说 OK你可以脱离伊斯兰教 以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争议的 梁山伯宇注音台式的画面 就引起了很多保守的马来人的不满 就是有蝴蝶 从 应该是坟墓吧 就是有蝴蝶飞起来 对 然后他们就说 批评说这个是一种转世的概念 因为在回教里面不可以有转世的概念嘛 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 他们没有轮回 他们没有所谓佛教里面 或者是道教里面 你要把就上天堂 要把就下地狱 对 然后在宗教里面 就是在轮回的话题当中 蝴蝶是视为重生嘛 蜕变的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象征 然后她一直去挑战 就是宗教的底线 这个女主角呢 就是她才15岁 她的好奇一直在打破 现在我们的政治领域里面非常 还有宗教 对 宗教里面微微禁忌的一些话题 所以呢 这个制作团队 他们就一开始就不打算 在马来西亚任何地方上映 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一年之后呢 就是今年他们才上Viu平台 ViuTV的平台 然后结果呢 就掀起了千层浪 然后就被很多人讨论说 这个电影呢 是haram的 一定要进 然后就立刻 这个导演啊 制作团队 他们的车还被泼漆 还被泼那个 柳酸 还接获很多的死亡警告 恐吓他们 但是我觉得 现在政府当局 是有拿出态度来了 就是说 要去调查 到底是谁 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泼漆啊 这些 我觉得这些 极端的宗教分子 他们之所以感觉泼漆 就是因为以前的政府 默许他们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我觉得 不管你今天 说这部电影 说会不会引发一些 宗教界人士的不安啊 因为你大家也都知道 宗教啊 种族这些议题 在马来西亚 都是相对比较敏感嘛 那他到底没有 触碰到敏感神经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讨论 但是 不管他也没有 触碰到敏感神经 都不应该 去对这些制片人 对这些演员 动出 用暴力的方式 去恐吓他们 我觉得这个底线 是应该要有的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 马来西亚现在 有把这个底线 画出来 因为以前 一直都没有 都是任凭这些 极端的宗教人士 为所欲为 这是进步吧 有进步 但是也有让我觉得 非常心寒的地方 因为我有做空课 我就是看这些 马来的一些YouTuber 他们怎么样评论 Mendega Terbang这部电影的 最近的这个话题 然后就有 马来YouTuber 截取他们的各个 非常haram的那一些段落 去批判说 这个导演为什么 知道这个是haram 为什么还要这么拍 所以他们会一直去question 这个镜头有必要吗 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个女生 去跟他的好朋友 Suresh 一个印度人 跟他要那个肉包子来吃 肉包子就是 你知道里面就是haram 就是babi 就是猪肉 因为莫斯林他们不可以吃猪肉 他们这YouTuber就很生气 说你这个导演 你是故意的吧 你明知道这些东西不可为 那你为什么要去故意为之 让我觉得 亏你们还是YouTuber 亏你们还是不在这个 官方的审视之下的 一群非常可以自由说话的人 你们还这样子去批评 在那边去批判 这些独立的电影导演 他们的作品 他们想要带出的message 你们真的是枉费YouTube 给你们这么多的流量 给你们这么多的 其实就是很多那些 比较保守派的人 他们也会用YouTube 来去宣传他们的理念 所以我是觉得不奇怪 就是YouTube 或者在社交平台 就是有千奇百怪 各种各样的人 都会使用这些平台 然后另外一部 其实他没有在全马来西亚的背景 他只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州 叫做登家楼 这个地方背景嘛 那其他地方是可以上映的 而且在马来西亚的票房 还非常不错 这部电影叫做铺唠 就是岛屿的意思 他的制作人 Fred Chong也是 明智之前的制作人嘛 是哦 对 他就已经上诉了嘛 针对这个登家楼 直接ban了这部电影 听说他现在有在上诉当中啦 OK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 对登家楼的一个收入来说 是一个损失 因为其他州属都已经 破多少万 多少万 几十万了 那你想象 你一天 你不在登家楼上映 你让你的当地的院线 是亏多少钱这样子 对啊 是啊 还是回到这件事情啊 就大家静静静 然后没有想到 这些院线的生存 然后 他说 本来这个登家楼 静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有太多裸露的画面 就是女演员有穿 就两三个吧 小可爱 然后有女演员 就是 脱衣服 脱衣服 试图要调情 情挑男演员的片段 Can you believe it 现在已经2023年了 我们竟然会因为 有这种sex scene的原因 然后要进一部电影 主要就是 这是一部马来西亚制作的电影 如果你看其他国家 好莱坞或者是新加坡 中国 他们会进吗 他们会要求 这些你一定要剪掉 就不可能嘛 那就是双重标准啊 你看杨子琼 那个就可以上 对不对 他里面有这么多 女同志的情节 也有亲吻的情节 但是 就很奇怪啊 到底我们电影局的标准在哪里 还是回到一件事情啦 就是遇到权贵 遇到单身就转弯啦 所以这个是不是等于 就是人质的一种象征呢 因为在法治国家里面 就是一套标准 你不管是谁 总统也好 或者是一般平民百姓也好 都是同一套标准 但我们可能还是 你知道还没有进步到那边啦 但是 应要去找进步的地方的话 还是有的 你看我今天很乐观 就像你刚才讲的嘛 有一些YouTuber 他是会反对这件事情 去批判这件事情 对 会批判这件事情 但是 你不觉得吗 有马来族群的导演跟制片 他们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一部电影 呀 你说的对 是一个很大的大跃进了 很大 跨出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真的 这是让我觉得很proud of 不管是马来导演 或马来电影人也好 或者是回教徒的 这些创作者们都好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啦 让我觉得 今年这两部电影 虽然说争议性这么大 可是也是一个进步了 而且让我看到了很多 其实马来很多民众 他们是非常的开明的 他们是非常的明理的 非常的 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YouTuber 他就站出来说 这部电影又没有逼你看 虽然他上映了 然后Manteca Durban 他从来都没有要在马来西亚上 就好像名字的电影 他拍Bobby 只是在台湾上映 他没有要你看啊 也没有拿着枪指你 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好吗 并没有 所以 你们在吵什么 为什么要把很纯粹的一部艺术 一部电影 当作是反政府 反宗教 然后反你们这个种族 然后找架来吵 干嘛这样 Why are you so serious 我觉得其实马来朋友们 现在已经慢慢开始 可能在马来社群里面 他们有很不一样的意见了 也很分歧 是 是 其实可能比较城市的 比较有受教育 或者是有出过国留学的 他们也会开始question 说 为什么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家 他们的人民是可以自由选择宗教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 Manteca Durban这部电影 去寻回哪里你知道吗 印尼 OK 然后他们那边的电影人 还用一个zoom meeting 来访问这个导演 就是说 你拍这部电影 你的message是什么 还可以去讨论宗教的一些议题 印尼 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回教国家 它都可以乐见其成 为什么马来西亚不行 对 因为现在 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马来朋友 他们也在思考说 生下来就必须要是穆斯林这件事情 有没有违反人权 其实一直以来 其实在马来西亚都 不愿意让大家去讨论 关于宗教 关于种族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不让大家讨论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你不让大家讨论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就不够认识 所以就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分歧 其实国民团结不是说 大家全部都来学马来文 就会团结了好吗 而是要必须要把这些事情 都摊在阳光下 大家好好的来讨论 去了解对方 这样才能够促成全民团结 这就是Mendega Durban的导演 Kairi 他想要通过这部电影告诉大家的 不要因为你生下来 是一个马来人 你就一定 好像宿命一样 你就只回教徒 你可以去question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question你的信仰 因为他发现他身边很多 不是回教徒的朋友 他们改信回教了之后 他们比生下来就是回教徒的人 更加的虔诚 更加的会去执行他们这个信仰 要他们做的一些 你知道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 反而一些生下来就是回教徒的人 他们会觉得反正我就是这样 那就无所谓啊 是啊 所以他是通过这部电影去批判 然后去丢出很多的问题 让大家去想 脱离伊斯兰教这件事情 他的父亲就鼓励他嘛 你觉得其他宗教可能更能够说服你的话 让你觉得更加有意义的话 那你可以改啊 你可以改信啊 不需要这个宗教告诉你什么 你就相信它是什么 你可以去question 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我觉得非常佩服这部电影的 胆势跟视野的一个 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很想看这部电影 其实有的 在网络上面找得到的 找得到咯 是是 我等一下把电影接给你 然后我想要这边提醒 我们的华人听众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不要一竹竿打翻译传人 认为所有的马来人都是保守的 今天Mente Cutterbong这部电影 不是华人拍的哦 是马来监制跟导演拍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马来人 都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这么样子的保守极端 然后不知进取等等的 因为某个logo是火箭的档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告诉华人 你知道吗 去洗脑我们华人 对对对 就是认为说马来人 就是敌人一等啊 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种的成见 Stereotype全部都抛开 我家就有一个啊 就是我觉得 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华人朋友 应该家里面都有一个到两个 或者是好几个这样子的长辈啦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上次有一个台湾朋友来这边玩嘛 然后就有一些本地的华人朋友 就带他们去吃东西 然后他们就看到本地的华人 一起走进那个餐厅 然后他们就抱怨说 怎么今天这么多马来人在这里啊 那我那个台湾朋友就超傻眼 你知道吗 他说第一我觉得 哇我真的感受到 你们这边种族之间的那种的张力 然后第二就是 这句话超级不政治正确的 就是在台湾的话 超傻拉的 对你在台湾的话 走进一个餐厅 哇这么多原住民 是是是 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 这次常识是不可以这样子讲的 而且大家也 可能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 所以但是我跟你讲 在吉隆坡确实还蛮严重的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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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吉隆坡而已 我跟你说古境也一样 也是吗 Oh my god 知道吗 那天因为我们拿到了一些证券 去看那个Raja那部电影 就是讲述我们第一个英国的国王 算是国王吧 The King of Borneo James Brooke 这部电影上映了嘛 那时候在古境首映 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些证券这样子 那一天下午我就去吃饭 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 然后就刚好有一位女生 她就很好奇 她是那个咖啡店的店员 她就过来一直看着我的那个票 因为我放在桌上 然后我就说 反正这个是证票 你要吗 你要去看吗 今晚 她说 嗯不要 马来人的 你知道我超傻眼的 我原地一下到耶 这种事情真的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周边啊 然后真的是蛮遗憾的 但是直接在你面前发生的时候 street on your face的时候 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当下我真的整个傻眼 然后我很想要告诉她说 不是的 这是James Brooke的一部电影 我一懒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我跟一个这样的人 讲这么多有用吗 所以呢 还是回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够再继续 像鸵鸟一样 把头插进土里面 只要不去谈这些宗教的敏感议题 不去谈这些种族的议题 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 不是这样子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真理是越变越明的 都已经是什么年代了 还用不可以讨论 不可以拍成电影 不可以在学校里面教 来促进马来西亚的和平 我觉得本末倒置 我们还希望说能够改朝换代 能够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些 种族这些文化 这些我们根深蒂固 这些禁忌能够打破 但是看来这一届政府 也是 坎坷啦 好啦 我必须说啦 像安华 他的那个什么 马达尼马来西亚 昌明大马的一个治国的主张 我觉得至少他有一个主题 而且他一直在讲 昌明大马 昌明大马 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其实也有包括了 就是要互相的理解 然后更加的包容啦 然后他现在安华 他其实也draw the line 他就说 如果在国内再出现 太过鼓吹种族 及宗教情绪的行为 这个行为呢 如果对国家的安全 带来影响的话呢 执法单位将会 毫不犹豫的采取行动 OK 那你就不要进不捞啊 你就不要进门 take the other bang啊 没有 我觉得这个说法 他其实有两面 一面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那一些 真的很喜欢挑起 族群紧张的人 就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但是这一种的主张 他也可能无限上纲 你知道吗 就是哪一天 搞不好他拿来 利用来就是对付政敌 比如说 他那天不喜欢 说人话这个节目 然后他就可以拿我们今天的节目 说你们有讨论到种族 你们有讨论到宗教 你们讲话题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你们抓起来 所以我觉得苍明大马的 治国主张 我是蛮认同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它是 明明两可 很多灰色地外 对对对 没有讲清楚 只是一个口号 只是一个空壳 但是现在也听到 好多马来朋友 他们主张说 不要炒作种族 宗教还有性别的议题 不然的话非穆斯林 就越来越讨厌穆斯林 那你这个东西 你就在炒作 你就去反不捞 反Madegatabang这件事情 你就已经让很多的 非穆斯林已经觉得 你们穆斯林很极端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些主张不要炒作 不要去反Madegatabang的 这些马来人 他们是比较开明派的 他们现在就会站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 就是他们会站出来 你们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不然这些非穆斯林 会对我们穆斯林 越来越误会越来越深 现在已经有这个声音出来了 你不觉得很好吗 But the damage is done But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不要这样悲观啦 是让我很欣慰的 这很欣慰的啦 对啊 Damage当然是已经 done了很久啦 没错 对对 但是就过去 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哇整个穆斯林族群 还有马来族群 都很像 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但现在慢慢的会看到 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你不觉得这是好事吗 是 但希望这些领袖们 不要再动不动就喜欢拿 这些艺术创作来说 哦这是反政府 反宗教 这是促进人民的分裂 这样子的一些话题 政治化 everything 也希望他们不要再把同志的议题 哪来 啊 当作一个政治筹码 一直消费我们同志 这一直是消费到一个 我觉得 有点夸张的地步 有国会议员竟然骂同志 情受不辱 哇 你可以想象在2023年的 这个moment 你还可以听到 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在马来西亚的版面上出现 我也是醉了 同志们 OK 我讲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还是回到了国际妇女节 我们很像一直没有办法脱离 国际妇女节 离不开的妇女节 OK Just leave妇女 alone 没有 这就是国际妇女节 3月8号那一天呢 就有一个150人参与的一个 2023年国际妇女节的 游行啦 然后呢 因为这个游行 他们事先没有报批 没有通知警方 所以就被警方认定为非法游行嘛 然后就在这个游行里面 他们就有九大诉求 包括了什么 禁止同婚 就是儿童的同啦 OK 然后还有平等对待跨性别群体 消除针对女性暴力等等的 然后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呢 就有看到大字报 这大字报 其实我觉得 跟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妇女节游行 会看到的应该都差不多啦 对啊 就是说就是希望男人能够厌恶月经那般 去厌恶强奸 儿童不是新娘 女跨性人也是女人等等啊 这些的标语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精彩是 关好你的行为 而不是我的身体 哇 that's a good one anyway 那一天在游行的时候呢 就有彩虹旗出现 就有保守的穆斯林党派的 这个国会议员呢 这个叫做阿末玛祖克 名字也是很长啦 对 干嘛取那么长 他就说 他在国会就炮轰说 这个性少数族群是堕落的 禽兽不如 然后他说 你们上街去争取什么人权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争取人权 因为你们 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哇 这个是多好的stand up的梗啊 然后他为什么会说 同志不是人呢 因为动物都没有同性结婚 所以你们这些人 争取同性结婚 认为这是人权 你们比动物都不如 然后中文报就把它翻成 禽兽不如 中文报也是很有事 有没有 就是要 你知道吗 提油交火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很想骂他是禽兽 但是呢 奇妙的事情又发生咯 过去呢 只要有政客在国会消费同志议题 骂LGBTQ啊 其他人根本就是像 你知道吗 好像被封 封口了一样 都不敢回应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有一个 还蛮开明的伊斯兰政党 就是阿玛纳成信党的 疏离主席 沙拉胡丁 他就促请说 这些朝野的国会议员 在讲话之前呢 应该要先用用脑袋 先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才讲 不要你不确定 你就轻易的发言 那当天呢 国会议长呢 也训斥 就是骂了一顿 这些炒作同志议题的一些议员 叫他们shut up 没有啊 叫他们收回这些不当的言论 所以看了之后 也让人觉得 有点老怀安慰的感觉 有没有 大快人心啊 我跟你讲 那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 伊党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就在那边指控说 妇女节的游行上面 有同志 然后呢 议长就说 你确定吗 你确定那天有同志吗 然后你就看到 那个家伙就很怂 说我要bust this 我确定我确定 然后议长就很凶 你真的确定吗 我如果去check 我去查的话 没有的话 那我就要对付你哦 然后你知道 他就像小学生 被老师骂那样 就很慌张哦 然后他就 他说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 然后议长就说 意思就是收回 你赶快把 我好爱这个议长哦 你没有看到这个影片吗 没有 你要去看 真的超大快人心的 真的 他就收回 收回你讲的这件事情 赶快收回 然后 Thank God 我们国会里面 还有清醒的人 然后他就 OK 我收回 干得好 但是同志朋友们啊 大家都不要开心的太早 我们现在 虽然说 这个议长呢 他在国会里面 这样子训斥 这个乱讲话的议员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 政治人物 不敢站出来表达 支持LGBTQ的 这些基本权利 which is sad 然后同性行为呢 在马来一下 也还没有出罪话 I think 很难啊 那穆斯林的这些 律法呢 也还是认为说 同性恋就是一种罪 然后包括我们的前首相 马哈迪 也不断的攻击 性少数族群 全球的婚姻平权 逐渐普遍化 不禁让前首相蹲马 感到非常的担心 他担心什么呢 他老人家担心啊 人类将会走向灭亡哦 你也担心太多了吧 他就觉得说 全世界都会变成同性 所以就没有人生小孩了 没有人生小孩 然后就人类就会绝肿 就绝灭这样子 Can you imagine 人口就太多了 地球已经不胜负荷了 你看我们昨天 还在那边大淹水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讲这句话的人 他曾经是我们的首相 而且在一年两年多前 他还依然是我们的首相哦 是啊 真的很可怕耶 他的想法居然这么古老 这么上世纪 是啦 但是其实我发现说 这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只是在消费统治 不见得每一个人想法 真的都是非常保守 只是他们必须要用 这样的方式 不是不敢讲 他们就是要用 这样子的方式来聚众 来凝聚这些保守穆斯林 对他的支持 你知道吗 这是愚民政策啊 所以我认同小芬刚才讲的 其实同志们 不要开心得太早 因为你发现嘛 包括是 像是成信党的树立主席也好 或者是议长本身也好 他们都是 有一点点擦边球的 在支持我们 你看他们用技术的层面说 不要在国会乱讲话啦 不要把国会当作是菜八杀啊 或茶匙咖啡店 咖啡店就那边聊天 没有证据你就要打热马蕾 不然我对你 这些都是在 另外一个方面的支持啦 对但是他们 我觉得要等哪一天真的是有政治人物或是议长 他真的站出来 讲说 其实同志根本就不是罪啊 他这就是天生的 这个就是基因决定的 不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心 还来得及 但说到这件事情呢 我真的想要批评一下大马的同志团体 大家睡醒了没有 大家睡醒了没有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同志团体 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情 发表任何的言论 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但我有去找几个 我有关注的同志团体的Facebook 都没有 没有人吭声 会不会是大家都麻木了 都觉得又炒作这一个 不可以麻木啊 就把几年前的话题 摸一摸吧 你知道我们的权力 一点一点的消失 人家为什么勇敢 这么敢欺负我们 消费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沉默啊 对我还是认为 大家要勇敢的出柜啦 在你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 让这个社会看见说 其实同志的人数不在少数 如果大家都躲起来 他们就觉得我们好欺负啊 真的 这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回听一下 我们跟欧阳文峰牧师之前 做的那一集的访问 非常的精彩 就像刚能杰说的 要敢敢出柜 回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这次妇女节的游行 两件事啦 一件事情就是要报备 要先告知警方这件事情 就任何的游行都要先报备啦 其实 但其实 这个在民主国家里面 是非常 非常ridiculous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 现在其实还有当天的主办当局 他们被警察问话 然后警察是开案调查啦 警察很忙耶 不要调查电影 不要调查你们游行 因为马来西亚的警察 为什么说你们要报备 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公众安全啦 其实很多国家也会要求 社运团体说 你们要游行的话 你们要申请 因为警察可能要帮你封路啊 帮你维持这个现场的秩序啊 是 但是 民主国家 进步的民主国家 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是不会有罚则的 他是鼓励大家这么做 但在马来西亚 是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就要被对付 你就等于是犯罚 所以 我们的国家 基本上还是蛮落后的 在这方面 是 那其实 那天其实在BFM 我们有一个节目 叫Evening Edition 就有请专家来聊这件事情 他说 其实这个就是变相的 要大家不要出来游行 就让大家害怕 就增加那个门槛 增加那个难度 就让你觉得好麻烦 还要申请 还要做一大堆报告就算了 而且 后面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他就可以去 请你去喝咖啡 他就可以叫你去警察 去回答问题 他说这些都是会造成 大家没有办法 透过正当的管道 在街头去发声 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威吓 他说其实马来西亚 应该要 abolish这些恶法 或者是要修法 修改法律 就是让大家不会因为没有 没有报备 就被警察问话 不敢出来游行 或出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发声 这样子 对 因为你想啊 如果你是民运团体的话 或者是任何一种团体 或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你想要上街游行 你后来也会觉得说 想一想算了 游行这么麻烦 还可能会被对付 或可能可以把这个注册的方法 或申请的手续弄得简单一点 比如说在网络上啊 就是点进去那个Google form啊 填一填 然后在可能在一天或两天之前通知我们 你要游行的地点 参加的人数 然后这个单位是谁 如果要就责的话要找谁 哪一个发言人这样子就好了 对吧 对啊 然后呢 塞沙迪他就有说 西蒙的国会议员呢 现在就是静静的 不问不问 他说 换了位子 就换了脑袋啊 OK 台湾的朋友可能不晓得 或外地的朋友可能不晓得 塞沙迪他是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啦 黄明志有曾经请他入境 就是合派影片 就是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新的政党 叫Muda 这个政党的党主席 就是年轻的意思 对对对对 然后 其实大家都认为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希望 对 新希望 年轻人的希望 年轻人的声音 对 然后他就说 希望说这一些西蒙的议员 现任的政府部长 你们都曾经因为参加集会 被调查 被问话 那现在你们当了部长 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在街头做政治运动的人 或者是这些的社会运动的人被问话 你们却不问不问 他感到非常的奇怪 对啊 一点都不奇怪啊 因为你身属在马来西亚 你就知道 这些人就是这样啊 我们就是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也有讨论这件事情啊 对啊 他们换了位子 然后就觉得说 想要讨论研究一下 要怎么样子来管网络内容 但是真的我还是很欣赏这个赛莎迪啦 这是唯一一个对不对 敢站出来讲的 敢站出来批评这件事情 希望更多的这些国卫议员 或者更多这些YB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生 有啦 现在有希望啦 我觉得今天的结论就是 我觉得在马来社群里面 本来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保守的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马来人是愿意站出来 然后去探讨宗教的种族的问题 去为这些社会运动发生 去质疑 对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啦 有可能很多也是穆斯林族群的朋友 也进到电影院去支持Bullout这部电影 还有也支持Menteke Thurban 然后就是为这一位导演 希望他能够多多加油了 帮他集气一下 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对创作更多这样的议题 变得退缩 会希望能够接下来看到更多 他这样子的去碰触底线的这些电影出来 或者是说应该更开放的啦 去探讨啦 去探讨 探讨一些竞技的话题 讲到碰触底线 马来社底线太多了 真的碰不完 真的 好啦 大家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 欢迎来留言 也欢迎大家来站 如果你们想要站我们的话 有不同意的地方 Anytime 我们接受你的挑战 欢迎来 欢迎上到YouTube平台来订阅我们 然后多多帮我们分享 按赞 那先这样咯 下次见咯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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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